欢迎大家回来 这个星期五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就要在宜兰登场 参算选手都把握了时间要来加紧备战中 而事实上许多小选手一整年都默默的在为自己所投入的运动项目 在努力奋斗着呢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提示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到台南的大内国中 一起来看一群大内高手 他们是举重队 为了备战全中云呢 他们正努力的练习 而选手们呢 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前进奥运 为国争光 2011年大内国中举重馆风光成立 学生们终于有一个舒适的室内练习场地 不用继续在空教室或属下练习 一路辛苦发展的故事都要从20年前 大内国中前校长的一个念头说起 学校对学生的科业舞蹈这一块蛮重视的 可是相对会有一部分的学生 他是对科业比较没有兴趣的 对于科业没有兴趣的这些学生 你不能忽略他们 有一部分的学生身强体壮 精力过剩的那一个部分 他对科业没有兴趣 你如果放任他不管的话 他毕了业以后 也没有升学 也没有就业 那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不过举重这样一个刻苦的训练项目 无论从过去到现在 发展都受到了重重的阻碍 就举重他长期都给人家很刻板印象 就是说会长不高 第二就是说 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 他事实上很多家长会认为他没有前途 加上就是可能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当小孩子来练举重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枯燥发胃 他就不想练 让选手的成长 来增加教练自己的自信心 不然真的干不下去 招生很累 教他们训练也很累 来的时候就听说可以赚钱 就觉得赚钱也不错 让家人不要那么辛苦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你没有来这边练出这种话 你现在可能会做什么 可能就 失败了 举重训练虽然枯燥又辛苦 但是对选手来说 却是一个未来的希望 希望能够拿下一块奥运的奖牌 那目前我们这个训练站就是 在国际的比赛 就是世界杯跟亚运 亚洲杯世界大学 我们都有拿到很好的成绩 甚至有拿到金牌 这也是我回来到基层站 其实也很希望 在这一批选手里面 能够训练出一个 圆我们的梦的选手 在竞技方面 奥运金牌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在推广层面 举重的小种子 已经散布在大内国中的小园之内 你在小种子播下去 也许目前我们有些孩子 他可能没有接受学校 这样举重训练 但是他知道原来举重是这样子 他会去欣赏 举重不只在选手身上扎根 更感染到了全校的师生 在台南大内这里 举重的幼苗一天比一天更加茁壮